安住涅槃道骨 这就是 明心见信 达到究竟圆满 明心见信 出著菩萨就开悟了 就见信了 他六根在六成境界里 把七心动念放下了 这就是原教出著 达到究竟圆满 那还要通过 四十二个阶级 是主 是心 是回向 是地 四十个 上面还有个灯酒 在上面妙酒 这些 离四 我们都搞清楚 搞明白 就能接受了 欢喜接受 那今天我们 没有能力 安住涅槃道骨 这一句话 安住涅槃道骨 是八地以上的境界 我们今天是 明了涅槃平安 还没登上 但是 如果你要是 抓住民后 幸运持民 那你就是登 涅槃平安 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 那就真正 安住涅槃道骨 这是男性之法 只要相信 你就有份了 我们要把这个 当做正路 这是我们一生 决定不能放弃的 跟一般人相处 我们的心 安住在阿弥陀佛 而相信的人 我们劝他 幸运 致命 求生监督 不相信的人 现在不相信 也许过个两年 相信 过个三年 五年 相信的 有 他看到我们 死心塌地 一点都不懂 慢慢 他会体会 这就是 一生 身心 研究 我 才能确认相信 那时候 他真相信 他真敢跟你 你真的是救了他 把他 从六道轮回救出来 我会认识 他会认识 我会认识 他会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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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